毫无质疑政府还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将面临着一个很长时间的乱世 很长时间 就是我们很多人糊里糊涂 你可能酿成大火 你可能主动过了火 也可能酿成大火 或者说你根本没有体会到 这个其中之奥妙 抓住这个节拍 你将被抛弃 我再说一遍 人类从来没有像2022年这么危险 这么黑暗 还有一个 习太阳普大地的手段和计划 是从2010年俩人就开始 2012年人家开始 就是习大地来访美国洛杉矶 跟奥巴马失败之后 俩人彻底形成世界上的轴心 五国全亚洲是47亿人口 他接近50% GDP占世界多少人知道吗 GDP还不到世界40% 37%或者40% 美国和他的盟国 包括日本他就已经50% 一个人类上将近一半国家的亚洲 然后如果俄罗斯 东欧国家人口和欧洲人口加得起 他已经占了世界60% 70%的人口 GDP也达到40% 你想想伊朗 北朝鲜 非洲 占在中共和俄罗斯一边 他占人口占世界多少 是吧 这个人数 你跟地球一划分 那不是原来的苏联 只是半个地球的 你美国三亿多人口 你欧洲 你这是几亿人口 是不是啊 印度和中国各都达到14人口 28亿人口 你玩啥呢 所以说各国政府 没有搞明白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 所谓的美俄中和中美俄 这个三角关系 一直是影响人类 这一次绝对是世界的 一场大的自欺从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